作词 李宗盛 和尚 我周招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只要提到您 那么都对您非常的敬爱 那么您所做的功德无量 教育进化这么多的人 感动人心 进化人心 那么让大家一起来跟着您做散事 然后让这个生命更有意义 那么在您所推动的种种的功德当中 其中有一项是您近年来比较关注的 就是弟子规的推动 那么这个弟子规的影响力 从台湾 大陆 马来西亚 甚至远在很远的澳洲 因为您的推动之下 慢慢的大家 知道弟子规的重要性 那么弟子规不仅在教育 在企业 都有很大的回响 那么今天 非常的荣幸 能够请老和尚为我们再讲讲 弟子规的部分 那么我们知道弟子规呢 里面它是一部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 里面有教大家要孝顺父母 孝顺是最重要的 我们昨天还看到有新闻说 因为家庭起冲突 那么父亲就自杀了这个案子 这个女见不嫌 常常有这个子女不孝 然后甚至杀父母这种事情 这个是我们是人 我们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但是现在社会当中是屡见不鞋的 好 那么弟子规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然后也教导说 我们做人要诚信 那么要这个 讲究信用 然后呢 最后就是正确的一个读书方法 所以弟子规呢 虽然短短的一千零八十个字 但是里面充满了智慧 我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弟子规 是古老的东西 老掉牙了 老套了 那么老师父您觉得真的弟子规是老套吗 他真的这个时代不适用了吗 我们想请您来为我们做个您的想法 您觉得弟子规真的老套了吗 弟子规没有太阳老 太阳比弟子规很老 每天东方出来 西方落下去 已经落了几百亿年了 他很老了 他比弟子规老多了 如果哪一天太阳方向相反的时候 这地球也要毁灭了 所以您能说他是老还是新 万古长新 为什么 他是从自信里流出来 只要是人 人就有人性 那从人性里面流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是正常 他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不能改变 你一改变他 一违背他 就要出火乱了 所以太阳跟我们的距离 要保持稳定 他要靠近一点 地球就被燃烧了 他靠远一点的时候 地球上就结冰了 都不适合于人类生存 地子规矩像太阳一样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 有一句谚语说得非常好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中国近一百年来的灾 这个灾难 从哪里发生的 就是我们对于老人怀疑了 因为那个东西老了 可以不要了 我们要用新的东西 新的毛病重生 你一直都受这些苦难 现在这个苦难是全世界的 不是我们中国居住性的 全球性的 许许多多人都来寻找 怎么样化解冲突 怎么样的 让这个社会 恢复到像从前那样的安定和平 找不到 联合国 从70年代起 每一年开会 这个世界和平会议 就有希望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会议的中心 就是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开了三十多年 世界是越开越乱 冲突 频率 年年上升 灾难一次比一次扩大 所以已经到了束手无策 那么许时多多 包括国家领导人 我们见面的时候 都问过 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吧 都打了很多问号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从学佛出家弘法 我们一直秉拙 祝佛菩萨 祖师大德的教会 社会要想安定 每一个人 在自己本分上 像英国大使所说的 顿伦敬奋 鲜血存测 这社会就自然安定 每一个人把自己本分的事情 做好 跟不同行业的 互相互作 这个社会就安定 人民就幸福 那么现在就是 我们不守本分 这麻烦处在这个地方 顿时顿目 就是跟一切 不同的种种关系 能够和目相处 能是讲 能常讲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各种不同关系 都能和目相处 尽自己的本分 这社会叫安定 现在我们不能跟别人 和目相处 不肯尽自己的本分 从思想 理念当中 都是要求别人 而不要求自己 提心动念 那就是古人所讲的 那就是古人所讲的 损人的己 都是这种念头 它怎么会不成功 怎么会有何必 怎么会有安定 原因处在这里 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机缘 佛家讲缘分了 决定不叛与 可是有缘分的时候 我们又不能不做 这是帮助全世界 恢复安定和平 这是大死 佛家是大慈大悲 那我们有这个缘分 遇到这种事情 不去做 慈悲心何在 所以这个才不得已 出来做这种工作 那我们怎么会做的话呢 我们了解老祖宗的东西 有价值 老祖宗的东西是真理 真理是永恒不变 就像春夏秋冬四季 也不能变改 太阳 那东面出西面落 不能变改 就这么个道理 我们想到古老的东西好 所以现在最明显的 有人不相信中意 中意是五千年 为什么中意旧了 它从来没有改革 这太阳能改革吗 春夏秋冬四季可以改革吗 那叫真理 凡是能改革的 那是假东西 为什么常常出乱子 再改一下改一下 那不成熟的 所以说摸着石头过湖的 不成熟的 那不是一条路 现在大家相信这些 不相信古老 所以灾难先行 这个灾难是自作自首 东方人把武圣先行的东西丢掉 西方人把宗教丢掉 这问题出来了 现在看到 或许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或许知道问题严重 不能解决 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些年来 把中国老祖宗五千年的智慧 五千年的精英 五千年的方法 五千年的效果 向全世界做引说 做宣传 这大家听了之后 耳目一新 这为什么我用这种名词呢 几乎我们把这种事情 疏忽了四代以上 年轻人不知道 他父母也不知道 他祖父母也不知道 到他尊祖父母 高祖父母也不知道 于是 丢失了这么长的事情 现在要恢复 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在联合过 做了许祖师的祷告 听众的朋友们都欢喜 独占他 不相信 我们下讲台之后 在一块聊天 在一块吃饭 就许多人梦 这法子 你讲得很好 这是理想 做不到 现在人相信科学 科学是拿证据来 所以逼着我们 要去做实验 我们找一个点 来做实验 实验成功了 告诉他 老祖宗的东西 有效 他在相信 现在渐渐相信 不用我们做出实验点了 2005年的11月份 我们开始 到2008年年底 做到三年 做得非常成功 出乎 出乎意料之外 这在告诉全世界 本地道德 英国宗教 不是旧东西 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非常有效 确实冲突 一开门化解 安定和平 马上可以落实 这个讲学术 很多人在讲 没有效果 讲到儒 讲四十五经十三经 能不能记住这个 学的人很多 研究的人很多 我在06年访问过 尤金剑桥大学 这是欧洲 这个研究汉学 最著名的学校 我跟他们的研究生 跟他们的教授 交流 我就问他 你们拿着中国 古圣先行的典籍 去写莫斯罗 你们可以拿到学位 将来也可以在欧洲 做汉修家 也可以作为名教授 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不出来 我说这个话题 不是我们说出来 是你们英国人自己 讲出来 上一个世纪 七十年代 汤恩·李洛斯 这是英国 历史哲学家 他说 要解决 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 孔孟学说 能达成火 你们英国人 讲出来 他们不能回答我 然后我再问他 是不是汤恩·李洛斯 大家都不肯说话 最后我告诉他 汤恩·李洛斯 没说错 我们很多人 把他的话 解读错了 因为他提到儒 这个孔孟修说 我们就会想到 四十五经 十三年 自然想到这个消息 提到大乘佛法 一定就想到花言 花华 这些大经大论 我们想错 他说的没错 这些大经大论 是什么 是花果 花果从哪来的 你去找 它底下有根 在过去 历朝历代 几千年来 花果陌生 你都看到 你看到根 从哪来的 从根来 根是什么 根就是弟子 弟子 是写的 佛家讲经 经过四种 有教理行果 这是追行 你有教有理 你有行 你解决不了 那变成学书 我在英国 那叫学佛 那叫佛学 佛学 乳学 道学 你们搞的 这个东西 我说 有行 如果有行 有正 那叫学佛 学道 学如 那就能解决 那学从哪里 学起 学绝不是 从花果学起 学从根本 学起 根本是什么 我们中国 古生先先告诉 根本 就是个孝子 所以中国 中国的教育 中国人在全世界 最有智慧 最懂得教育 有教育的经验 有教育的方法 有教育的成果 可惜 这一百年来 满清亡国之后 这些留学在外国 这些留学生 从洋 忘本 我们今天吃亏 什么都是外国好 外国在那个时候 是不错 外国在今天 已经成为了 所以今天外国人 到东方来找寻宝 来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们自己 已经无能为力 已经走上死路 这就说明 扩学不是外国 扩学不是什么问题 都能解决 扩学解决问题 都留有后遇的 所以东方人的学术 是求智慧 不是求知识 西方人求知识 没有知识 所以我告诉这几个大学的时候 你们所求的是知识 东方人求的知识 不是你们可以用 五十道的经典 去拿学位 你们家的一生 也会有成就 但是你不可能 像我这么快乐 像我这么自在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 我学的跟你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你们是搞 入学 道学 佛学 我跟你们相反 变道 我是学入 学佛 学到 学从哪里去 学从行去 佛法讲 信节行政 你们搞信节 没有行政 我们老祖宗教 不学 审问 圣思 淫变 你们搞这个 后头最重要的 独行 如果你有独行 那你就是学道 学乳 学佛 如果没有独行的话 那你就搞得 入学 道 学佛 学 差别在此地 所以地资规很重要 这佛家讲的戒律很重要 没有戒律 佛法就没有 就变成佛学 没有礼 地资归是 礼正 石 开始 基石 它的基础 它就开始 从小学 起地 没有这个东西 就如今 如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喜欢心的东西 就是问题 严重 认识古老的东西 那是学问 空老父子 一生没创新 这个主也知道 他是很守旧 他自己在冷宇里面守 信而好古 数而不足 他所学的 所修的 所行的 所教的 都是古生现象的东西 他说 没有他自己的法律 他自己没法律 自己没有创作 数而不足 讲别人 自己没有创作 现在 人从小就搞创作 厉害 比孔子厉害多了 所以我们想想 孔老父子 这一句话 你能创新 这种 怎么创 也创造了些 就是搞些毛病出来 为什么 古生现眼所修所正 它是圆满的 就像个求也 这个求 圆满的一个求 你能不能再上加一点 你加它就不圆 你就把它破坏了 你缺少一点 也把它破坏了 剩一分破坏了 少一分也破坏了 这个修养到极处的 是个圆求 智慧是圆满 德行是圆满 向好是圆满 独争不及 你怎么创新 所以创新 后遗症都非常多 这个细心去想想 就晓得了 汤恩比很聪明 有智慧 他就不主张创新 科学这个创新 决定要有限度 不可以有无限度 无限度将来会造成 整个世界为人 就他说的 相当同意 现在科学有复制人 他现在复制阳成功 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复制人 这会带来多少问题 问题很多 问题太多 所以相当的 谢谢老和尚 给我们的开示 您的一席话 我教我自己 我相信大家都 也许都跟我一样 收获真的很多 您的一席话 我这个毛色对开 那么接下来要进一步在情脑上乐舞开始 那么但是很多人会说 那么小孩子念地死规 念着念着 就是小孩还懵懵懵懂懂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教导 小孩子念了地死规之后 他能够落实在生活中 这个难度好像蛮高的 那不晓得 老和尚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们该怎么样教导 孩子能够把地死规落实在生活上 这个地死规不是叫小孩念的 讲到这个地方 就要讲到中国人的家 因为地死规是家规 家训 那么中国人现在很可怜 没有家 真的是古人所讲的 家破冤枉 中国家彻底被毁 也是什么时候 抗战 中日战争之后 中国家没有 在抗战之前 还有不多 但是你在乡下的时候 你能看到这一个村 这个村叫王村 那就是一家 你在村庄里面去看看多少 至少住三四个人 所以它是大家庭 一般都是五代通堂 这一个家庭肯定有九祖 为什么 从自身做起 上去有父母 再上去有真祖父母 再上面去有高祖父母 下面有儿女 底下有孙子 又重生 你看这是一个家庭 这么大的一个家庭 不分家了 没有分家的 所以中国的家是一个社会 很多人看过红龙 红龙是一个家 家人没有私材 它跟政府组织一样 专门管理家庭 这个家业 管理财务 任何人赚的钱 都要入供 自己 这个是费用的时候 它有开 好像开的时候 分配 你一个月的时候 给你多少人用钱 所以它是团体生活 它没有过人 所以从前小孩一出生 你到这个世界来为什么 为家 为荣宗要存 那为集成这个家的家道 家规 就是家规 家舌 家业 所以它是团体生活 所以中国人才讲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平家家 你能治家 就能治国 因为家跟国 几乎没有什么脸 扩大了 就是 所以能治家 就能治 这个政治上 一些人才的事 就是从家里 培养出来 几千人在中国家没有了 就是小家庭 父亲两个带上 这不是家了 你的家已经破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到这个 是我们韩清 中国过去 几千年 这个社会 长治久难 靠什么 靠家 我说 每一个家里面 这个家教都叫得好 这个家教 地子规 是家教里面 必修的一部分 那就共同括目 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 这是基本的 你都要做到 不同行业 还有不同的家规 那就不在这一部分了 中国的家规是大学问 分量太大 每一个家庭都有 祠堂 祠堂里面有家谱 家谱里面都有 家规 家谱里面记载着 这个家的成传 这个家道 家规 这个是家学 这个家业 记载的都非常清晰 所以他几百代不帅 所以中国家庭 对于这个底下一代教学 就非常重视 从什么时候开始教 母亲怀孕的时候 太教 小孩出生三四岁 来不及就吃 他就变坏了 所以中国讲的 杂根教育 是小孩出生到三岁 这一千天 这一千天的杂根教育 小孩虽然很小 英文他不会说话 他一定在学习 他在看 他在听 所以中国从前这个家教 在婴儿面前 一举一动 对手规矩 那个规矩基本的就得做 做给婴儿看 所以他到三岁 他全学会了 这是父母要做到 父母 对你的父母的孝顺 对你祖父母的孝顺 让他在旁边看到 他就学会了 这个杂根教育 这么来 所以一个人 第一任的老师 是父母 到小孩 六七岁的时候 才教个老师 老师就讲解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都学会了 他就有疑问了 为什么要叫孝顺 为什么父母叫你要赶快答应 为什么父母命令是你一定要奉行 他跟你讲 他就道理讲得听 那是六七岁以后 那讲的讲得很浅心 不深刻 深刻在泰学 到那个时候就清楚了 你已经养成习惯了 每一个家都有这么好的教育 都有这么好的教育 所以人人是浩然 家家都是荒木幸福 没满 所以我常说 古时候 社会上各行各业 哪一行的人是最快乐 做官 没事做 没有案子办 一年有个几件案子 就不得了了 哪里像现在的社会 做官的最快乐 办不完的案子 什么原因呢 家母 人血坏 再重提 就是你都说成年 在外面做官 国家不需要建筑 你的家族会建筑 你要做个好官 你不能贪污 你不能犯法 为什么呢 犯法了 重罪的诸九子 你全家人都要负负负责 所以那么多人见识你 我犯法的时候 我连累到我的家族 决定不能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社会安定 所以他社会获信 所以第一次会是叫小朋友 你自己父母不做 你那个小朋友只会命 不会做 为什么呢 你父母要做出来的 他相信 他将来会孝顺 你要不孝顺你的父母 你的儿身不会来 这是中国的教育 这是中国的教育 现在全世界 跟你说没有教育 是什么呢 是知识的传习 这是我刚刚出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才33岁 我在零基础出家 我们初出家的时候 都分配了工作 我的工作是扫院子 大门口的院子 三个人 一天扫了一片地 有一天我们在扫地的时候 有四个学生 从我们那个后院子上原山 后头有条小路 上原山 不要进大门 不要买票 从那儿可以进去 我就看了这四个人 我叹了一口气 我说可惜 这人没受过教育 话被他听到 他们回过头来找我 他说我们是台湾大学 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你怎么受我没受过教育 哦 我说这个我都不晓得 你们是大学四年级 那我请教你 什么叫教 什么叫人 什么叫教育 我问你这三个问题 他答不出来了 最后我给他解释 我说你们不但没有受过教育 连年级的低级教育都没受过 低级教育是什么 最小的 小学教育 撒撒应对 你会吗 穿衣吃饭 你会吗 给你摆上四个菜的时候 这四个菜怎么摆法 你懂啊 这四个菜不是随便可以 不可以 中国这个桌子席上的时候是按照阴阳五行牌的 你摆错了就笑话了 你去学会文学 你记得这有啊 穿衣吃饭都有规矩 哪像你们这样子 最后再问 我们就算是 我说你们那个学校招牌 高等知识传习送 不能教育 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很不错 接受 听话 还很感激 现在不敢讲 现在讲那学生还大了 现在他不能接受 再给你看看 五十年纪 所以东方真是讲教 教育寻求的是智慧 现在是知识 知识不能解决问题 纵然解决问题 他有后一队 智慧在没有 所以弟子规 是父母做出来 做出一样子来 婴儿学习 现在往那小学里学 中学就太迟了 所以现在是这个婴儿 这个杂根的教育是什么 是电视教育 从前是父母 家长教育 现在是电视 稍微长大一点 念小学了 就是网络的教育 那么电视网络都能教学什么 大家就知道 所以这是危机 我们从这方面去细心观察 这底下又带走 你那方面有灾难 灾难绝不是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也是人 独善意所感到的 今天真的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能够带领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来 听您的开示 因为能够跟老师固结这样的缘 我们集中充满的感谢 感恩 谢谢您 那么的确收获良多 那么也希望说我们把您的开示 透过电视 我们让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就像您说的 电视有它的功能角色 那么社会责任尤其重大 那么我们希望 好好地制作这个节目 将您这样精细的开示 能够让更多更多的人都知道 都了解 所以我也觉得得到很大的启发 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母亲 那么以身作则是最重要的 对于孩子来说 是地子规没有错 但是念着念着看 父母并没有做到地子规的部分 所以一点用也没有 所以父母太重要以身作则 那么很可惜 这块必须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让大家共同来努力 这样子呢 从家做好了 社会就会好 社会好 国家就好 国家好 整个社会就和平了 那么家庭之外 企业也是一个家 就像我们和上明说的 那么现在陆陆续续呢 在大陆有一些企业 在施行地子规 那么台湾我们知道 住商不动产的 胡耀坤吴总织长 他也因为受到您的感召 他从上海先施行地子规 结果半年之后 他觉得效果真的太好了 他没有想到说效果如此之好 他也是说试试看 所以呢 因为上海的效果好 所以他从今年的六月 开始在台湾的住商不动产 也施行地子规 那么 那个效果正在发挥 影响力正在出来 那么所以呢 企业也有必要施行地子规 那么是不是就企业这个部分 也不能够起码和上明说的开始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很早就想到了 因为家事费太重要了 他在中国几千年 发挥这么大的效果 国家长治九安的根就在家 所以我就想到了 那么家从二次大战之后 中国家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在战争当中最大的损失 生命财产的小死 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根断掉 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忧虑 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忧虑 祠堂没有了 家的历史不重视 家的历史家谱 这是中国人 几千年来爱家 爱自己的故乡 那就是爱国家的基础 所以这个东西动摇之后 爱国家就成了问题 所以我们就想到 传统是靠血缘关系建立这个家 是不可能再恢复 所以我就想到了企业家 用企业的团体 企业团体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 就是道义的关系 用这个来把中国传统家的家道 家规家学家业 这个精神集成下来 中国还是能复兴 还是能长之久 再延续一千年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鼓励 我们学佛同修里面 经营其业的 让他来做实验点 一个实验点做成功了 其他的企业家就会 来模仿 来推广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实在讲 所有一些民间团体 都可以把中国家的精神集成下来 中国人实在讲 自古以来真正过得是幸福美满 但又说他没有忧虑 因为从小读书这个事情 儿童教育事情 你父母不会操心 为什么他家族教 这大家庭 家学 家学这四十 就是家学 就是我们的家庭子弟学校 在从前 这个国家办学校很少 都是每个人家庭办 那将来的考试 由国家来考试 参加国家的考试 这个考试的时候 有学位的 那我们现在学位叫 学士 硕士 波士 在从前 不是这个名称 意思都差不多 中国有秀才 秀才相当于学士 举人 相当于硕士 敬司 相当于波士 那个考试 那个考试是国家办的 你考试及格的时候 国家把这个文凭给你的时候 你就有学位了 所以国家 国家只有办什么 只有办太学 国资建太学 那就是党校 是为国家培养 国籍公务人员 干部的学校 那个是 宣拔出来 多半是在秀才里的宣拔 谁去宣拔呢 是中国选取制度 这是汉武帝时候 提倡的 一直 每一个朝代 都没有中断过 都采取 选取制度 做个地方官 现实场 你的政级 这就第一个 就是替国家 选拔人才 这是你的政级 所以你常常出去放弦 放弦 条件是什么 孝脸 举孝脸 这个小孩 孝顺父母 临近 那孝顺父母 他就能为国家 为人民尽忠 他连接就不贪污 所以就这两个字 标准 你看从汉武帝到南清末年 这个国家 选取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这个原则 虽然 每一朝代 也有他们少 比例太少了 所以就举孝脸 他不是没有选取 一个选取制度 所以得用企业 那么我们就代替家 我鼓励企业 办自己学校 如果你这个企业员工 有一千人 你的一千人 这个员工里面 有很多小朋友念书的 我们企业自己办学校 办小学 办中学 有能力可以办大学 没有能力 大学就到别的地方去 至少是要能办到中学 把企业家自己办 把伦理道德 这些文化 扩成 加进去 这是企业 运用 第二个呢 企业养老 你在学员工 你的父母老了 你不要犹豫 公司会有养老 照顾你的员工 你这样照顾员工 你的员工 在你的公司 死心塌地 把你的公司 当作自己家庭 你的公司 怎么会不好 所以将来 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就是一个家 这不是血缘 这是道义 那就一定要重视 伦理道德 英国教育 来集成中国传传的文化 把它发扬广大 日本人虽然是学会中国人 做得不够彻底 所以真正把员工 老板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 员工把老板看成自己的家长 这是属于伦理 那么这种事业一展开的话 这社会会愿意 世界会愿意 每一个行业 不必竞争 互助互助 竞争是错误 如果竞争可以赚钱 孔子也会竞争 释迦牟尼佛也会去竞争 竞争赚不到 你命一有就有 命一没有 什么方法都去不到 你何必去竞争 何必做这种不正常的事情 规规拒绝地做 佛法里面教导我们 才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人讲才是你命的 而佛讲的这种命运怎么有 是你前世修财布施 这一生所得的过往 你过去生中修得多 你这一生财富就大 是这么来的 不是用什么手段方法 能够赚得来 你一定会死心 这一一夜一着 莫非前定 那你活不赢 那命能不能改呢 能改 命是自己造的 所以自己可以改 我过去 没有修财布施 我这一生懂得 拼命去财布施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贫穷 晚年的时候 日子就好过了 要写 所以写得 写财就得财 写法就得聪明之后 实无微的就得健康长寿 是这么个道理 那你真正明白了 你肯干 你不怀疑 那信老祖宗的话 信佛菩萨的话 真去干 就真就得到了 我这一生 就是因为听话 年轻的时候 命很薄 人一看就知道 平静 而且短 这样这个命 平时没有财 静是没有地位 又短 学佛之后 张家大使叫我 不识 诗财诗法诗无微 你才能转得过来 张家大使 写起之后 我跟台中 离病男老去死 这都是我祖父辈的人 大我三十九岁 看到我们这种印象 他很清楚 就劝我们 学奖经 学奖经是法不识 这个转命运 转得最快的 那我们也听话 所以 不识 人家供养我们 转手就识出去 越识越多 做了 这个工作做了五十八年 学佛五十八年 我们就照老四教会五十八年 差不多到我七十岁的时候 就是古人所讲的 心详四成 有求必 你说多自在啊 但是你要做出来才行呢 你光是读经 没有用处 读经念佛 没有用处 你就做出来 以佛之心 为自己的心 以佛的愿 为自己的愿 以佛的行 为自己的行 这叫学佛 感应不合适 你才真能解决问题 能解决自己问题 才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所以第一次 要从自己做起 那么所以 无学中是 以仁爱度一切苦恶 那么这一点 是否有人情 和尚文字的开始 对这个问题 现在是全世界的 是个问题 每一个国家政府 都注意到 多努力在做 可是做得都不能令人满意 特别是养老 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在西方 西方人 一般十六岁成年 就离开家了 许许多多 与父母终生不再见面 父母的生日年纪 能收到一张后卡了 还是就满心欢喜 见面是不容易 所以这个是 人间很悲惨的 一个现象 我最近刚从澳洲回来 在澳洲的时候 我也很留意 这个澳洲养老的事业 在许多国家里 养老的事业 会说澳洲做得最好 物质生活 确实 照顾到 可以令人满意 精神生活 所以我们听说 许多老人院的老人 都想死 都不想再活下去 一点温情 那 住进老人院 他的这个 不但是儿女 是亲戚朋友 不再 不再 都再给他见面 这种事情 很多 所以这个 养老的这个事业 因为现在 中国也模仿西方 小家庭制度 那么将来的时候 中年老了 每个人都担忆 我老了 怎么问 这是一桩大死 是国家的很重大的负担 我也注意到这个事情 希望 老人 万年过得一生当中 最幸福的生活 这是中国古人 不论家族养老 所以有天能之弱 你看这一个家庭的时候 有几百人 小孩从至少也差不多 将近一百个 天天围绕着大人 那么多欢喜 都是自己的一个族 族孙辈 孙辈 成孙辈 那这种现象是 现在怎么办 就必须 要让老人 公养 或者这个老人机构 这一些 照顾老人的 这个服务的人 他们都能够落实地质规 老人就快乐 所以我这次在澳洲就提议 希望这个老人院 自己要办 护理 教育中心 所有护理的人 都要教因果 都要教能力道德 那老人院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 接近在老人院 天天做实验 他也能把弟子给做出来 能孝顺这些老人 把老人看到自己父母一样 他做实验 实验的时候 令人满意了 才发护理的业务 那么这些 这个养老的机构 会拼请他们 这个 在这个 老人阅父 我想出这么一个方法 一定要通过 英国的教育 能力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让这些护理人 知道 你们自己这样做 你们老的时候 有人照顾你 这英国吗 那么关于老人 这个老人公寓 一定要把它办成学校化 确实 有不少老人 虽然年岁大了 身体还不错 他有专业指示 他可以教学 学校是不要他了 这些就退休了 但是在老人公寓 他可以开班教学 看他的这个体力 时间 一个星期 能讲几个小时后 这个把它公布在外面 媒体公布 真正有年轻愿意学的 到这个时间跟老人学 他能收几个学生 好好的 他就落去 他的东西能传下去 不至于淹没 他死的就久就没有 很可惜啊 真有人才啊 那在关于老人乐乐方面 这一些项目说 要好好的来研究 来充实 让老人说 每一天能够 自己的欢喜 而且我好鼓励 办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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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儿 现在孤儿不少啊 而且 离婚的 这些小孩都有问题 办这么一个小学 那小学就靠近老人 让老人能够 天天看到小朋友 小朋友学弟子 回小生活 这样呢 让这个老人乐园 真正让老人能够快乐起来 让他真正有些欣慰 虽然不是自己儿女 跟自己儿女那种欲差 凡事人 继续爱 这样要做一个点 实验成功了 那我相信 其他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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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公寓 都会来不妨 现在就必须要 做一个实验点 做成功了 大家看到了 欢喜 就能够退广 我们在澳洲 澳洲政府 现任总理 陆可文先生 他希望我做一个爹 来在澳洲 对广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非常非常必要 现在这个社会 老年化的时候 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 要迫切来解决 所以必须要办 这个 这个 护地的学校 护地的学校 所以学校最好是用 老人院 服事 自己来办 一方面照顾自己老人 一方面帮助 所有的 这个老人公寓 培训 这些 护地人员 他们在专业知识 有 但是 是能力道德上 要把这个科目 堵进去 这也是我们最近 在想做的一段事情 所以听着听着心里 也觉得有压力 有一股沉重的压力 原因是我们也自己有长辈 也有父母 也有祖父祖母 当我的祖父祖母是亡生了 但真的很不忍心 老人家住在老人院 这样的一个很孤独的情况 是 所以 老和尚民做的事情 真的非常有意义 也希望说 这个试验点 成功之后 让其他的老人院 也都能够 能够来这样子做 让老人家 在 他最后的生命里面 也可以有快乐 这是非常的有意义 那么 那么刚刚也跟老和尚民请教 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大家不太懂 为什么说 有人爱之心 他可以度一切的苦恶 度一切的苦难 这一点是不是也能请您 为我们再补充一下 人爱的心 是自信 每个人对 我们老祖宗告诉 人心本善 写在同盟课本里面 三字经上投一句 人之初心本善 那个善 不是善卧的善 善卧的善范围很小 他那个善就是 圆满到极处 一个人 本性里头 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德行 有圆满的消极 有圆满的忠心 换句话说 万有一样不圆满 所以用一个善子 来赞他 所以他不是善物的善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这些 自信的 这些善德善难 不见了 佛告诉我 并没有失去 只是有东西障碍了 这个障碍的是什么 障碍就是烦恼 吸气 在佛家总的来讲 三大类的烦恼 就是妄想 分别 知足 那么还有呢 他专有的名词 叫见死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这些东西概付出 那我们说的最浅显一点 头一个就是我 人只有我 这个概念 我就产生自私自利 就产生是 贪嗔痴吗 所有一切烦恼 都是从我身体 我到底有没有呢 我没有 我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佛家讲有证悟 证悟大家不知道 证悟是自信 就是本身 那是证悟 我们现在都被假魔欺骗了 所以教育很重要啊 那么中国古人 所兴起的这些教学 也就是知道 如果人要不教 肯定会被养 所以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他会被外面进阶阳 那么教育就非常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讲究的是 讲究的是做人 比做事重要 一定要先把人教好 他会做人 然后再会做事 会做人 不会做事 他不会危害社会 不会做人 会做事 会危害社会 所以中国教育是着重在做人 的教育 这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的确是过分的 重视在做事 把做人这一块 做了 所以尖端的科学家的时候 他没有到的观念 他发明一些东西 危害社会 甚至毁跃星球 他搞这些 中国人不是不聪明 不是没有科学头脑 因为他对他负责人 他对现前社会负责人 他对未来历史负责人 凡是与社会 人类有危害 决定不敢 知道也不敢 否则的话 中国的科学进步 超过西方的态度 但是世界也许就毁灭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 不一样 我们教育者 如何能够把我们自信的本身 让他醒悟过来 不要再迷失 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 而且自信里面的信德 实在讲第一个就是笑 笑是信德的根 一个人要是能够有笑心 笑声服 第一次归里面一共是七段 前面一段完全假笑 后面所有的也都是笑道的人生 归拿起来就这一个字 怎么样笑声服 有笑声服 在佛法里面 菩萨界里就扩大 笑顺一切众生 所以菩萨界经里面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把这个笑扩大了 笑做到圆满了 人真有笑心 什么毛病都不是 那人会生病 生病什么 你缺少了笑调中心 最近北京有个彭医生 讲五常 人意离之心 对应我们的五脏六腑 不忍 人是耐心 忒急接忍 不知道爱别人的人 自私自利的人 肝恩就有病 不义的人 无义的人 肺就有病 对应这个五脏的时候 你看他哪里有病 你说他缺什么 他在能力道的时候 他缺了爱 所以他说 你能够把这个心情一调整 把这个能力道得补足的话 你这个病不要治 也不必去看 也不必去吃药 自然会好 这讲得很有道理 那这个种德行信德 不但影响身体 这最近影响身体 它影响整个大自然 所以人居足德行 这个自然没有灾害 什么风灾 地震 水灾 火灾 统统不会有 都是问题 全是罚在我们违背的心得 我看到这个科学家的报告 大家都在发现 非常惊慌 认为地球的温度不断地上升 再上升 四个摄氏度就不得了了 很多动植物的时候都要绝肿 对于人类的生存都产生威胁 所以尽量呼吁的时候 再减少排放这个废气 这是科学家看的 实际上有没有关系呢 有关系 关系不大 那是小事 那什么是根本呢 根本是我们的 缺少了得心 那佛法告诉我 温度上升是愤怒 人一发脾气 要火气上升 所以你要想 你发一次脾气 你马上紧究到 这个地球温度又加深一点 人也通通不发脾气了 这温度马上降下来 就恢复正常 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的人 谁不发脾气 所以这个地球温度 是不断的不断的上升 从前人真的有发脾气 他有羞养 他知道发脾气上身体 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 伤害别人三分 伤害自己七分 划不来啊 人与人之间要红目相处 不能做出不倒带的事情 所以通通与心情 与这些有一起关系 佛在经上跟我说 地震 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们心不平 我们心不平 傲慢 嫉妒 这个都会引起地震 贪心 感染的是水灾 成会 感染是火灾 愚痴 感染是风灾 水火风 地震的 如果说是 所以佛讲 习烈贪嗔痴 秦修 戒丁慧 这个灾难就没有了 但是你现在给一般人讲 这不合乎科学 他不相信 其实 这是真理 确确实实是这样 实在讲 现在有些科学家也发现 日本江本博斯 江本博斯 我们也是好朋友 他做了12年 仅仅12年 做水事业 证明 水会看 会听 懂得人的意思 水是矿物 他这个事业 在网络上 被我们一个同学 物凭发死 发现了 他在网络上下载 拿来给我看 这是05年的事情 我看到之后 我很惊讶 不是好思想 他把佛经里面的 这个讲的这个 这个四十真相啊 用科学方法测验出来 这是好事情 不是你 想办法跟他联系 我们邀请他到澳洲来 做讲演 他也同意了 在澳洲 做了三次讲演 给我们介绍 介绍这些 我到北京开会 我也去看他的实验室 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告诉他 我说佛经上 讲的比你更详细 他原来不接触宗教 他认为说 怕人家说他是明信 他是从科学 我说佛经上讲 比你更高明 你这实验才是他的一句 很惊讶 我说佛经上讲 不但是水 有经文就知 他懂得人的意思 山和大地 所有一切矿物 通通都能够接受 人从思想 行为那些信息 他通通接受 他会有反应 就因为你水事业业 我们人性好 善良 反应你洁净非常美 他是用这个水 你比如说 这个茶杯 这个茶杯水里面 你贴上一个爱字 他会看字 他会认识字 不管写哪一个的文字 他都懂 就奇怪 比我们人高明 然后的时候 你把这个水壶的水 放这个 捏出一滴 一滴水 用这个 那个注射器的时候 一些一滴水 放在一个玻璃板上 放在冰箱里面 去冷冻 零一下 雪石零下五度 他就结成冰 冰的时候 他就有血花 在显微镜里面 就看 那个血花非常美丽 你再拿一滴的时候 你就写一个恨 我讨厌 你在这样做的时候 在显微镜里面 看的时候 他这个雪花很丑陋 很难看 试验几十万次 证明它是真的 所以他试验的 告诉我的时候 他说发誓 好像宇宙之间 这个宇宙的核心 就是个爱字 因为它是一样 爱 感谢 感恩 这个图案 不管你是言语 文字 不同的文字 图案都是最美的 我神一点都没说 你看 所有宗教里面 都叫爱 基督教 天主教的心就有 神爱事 回教古兰经里面 真读确实是仁慈的 那佛家讲 大慈大悲 一点都不讲 试验出来了 我说 谁是如此 成沙 也是如此 树木花草 也是如此 所有 整个宇宙 是个有机体 不是死的 那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 住一板凳 我们上面的天花板 底下的地板 四面的墙壁 他懂不懂啊 懂 我们的一个善念 没有一样不善 我们一个物念 没有一样不善 不过不是我的 所以说磁场就不一样了 是从你这个心性不相同啊 所以 我们做这个习哉法会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原理在支持 我们做一次习哉法会 集合的时候 几百人几千人 我们同情 用这个善心善意 才能 使这个 山和大地 里面的 信息 缓和 因为他吸收的 社会 大家都是不善的 我们有善的 不得缓和一点 缓和一点的时候 这灾难就减轻一点 如果整个社会都能觉悟的时候 都能改过 修善的话 这个世界就变成 基础世界 什么灾难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道理啊 这个道理太神了 所以用科学来试验 做证明的时候 讲话就有力量 大家就相信了 绝对不是迷信的 佛法对于这些四十真相 讲得太清楚了 比科学家讲得清楚多了 所以善意 能够转变境界 这是佛在大天经常讲 静随心转 静随外面境界 是随着人心在转 人心善 哎呦一样不善 人心不善 就统统都不善 所以科学讲这个讲呢 那都指标 治本实在要改变观点 这是真正彻底解决的 心实在太重要 对不错不错 心一定要善 所以本性本善 本善是人人没有的 不善保 不善是染的这些 不好的习气 这个东西可以把它 断掉的 可以离开的 本善自然会恢复 所以人性本善 这个我们要肯定要是一线悔 所以心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应该常常的去省思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心是否真诚 是否有爱 这真的太重要了 对 那么当你把那股散烈发挥出来的时候 其实周遭的人会感受到 没错 你旁边的没生命的物体也可以感受到 会感受到 然后植物也会感受到 你就想到我今天早上出来忘了教花 忘了教花 对 我们回去教一下 对不错不错 你从我早上出来忘了教她 不错不错 好 好 那么 老师上 最后一个 想要 题目想请您也为我们做开示 那么 我们看看台湾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刚过一个 发发水灾 那么 带来很大的苦难 那么 其实台湾其实 我们还是把 大多数的重心放在经济上面 那么对于 教育跟文化方面 其实是摆在比较后面 但是老和尚您却 觉得那个优先顺序是相反的 我们应该把教育跟文化放在第一位 然后经济应该是其次 能不能请您谈一谈 为什么您是这样主张的 因为只要把教育做好了 经济自然上升 在中国大陆这些企业家的时候 把伦敌道的带进企业之后 他对企业的时候不断地向上提升 而且的时候 所有员工的时候 素质的时候也提升 所以他们非常欢喜 这是做出了证明 所以中国人 老祖宗有智慧 要相信老祖宗 老祖宗是把德行教育摆在第一路 这是根本 这是真正 发财的真因 搞其他的那不是的 那是假的 为什么 财是自信里的本有的等 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是佛在华言经上讲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 得 能 那个得是德行 那个能 是能力 后面还有个向好 向好就是财富 我们人讲的佛宝 是你自信里的全有 自然具足 只要你有德行 全都爆发出来了 如果没有德行 那全部被盖下去了 没有德行 你发的这些财 是你过去生中 财不失累积的 所以罚的时候没有德行 守不住 也很快 公司也就关门 所以说爆发 谈话一线 有德才能支持长久 才能永续的发展 所以伦理道德的教育 比生命都重要 你说美国跨国公司 千亿财富的时候 一倒闭马上就完了 这是大家能看到的 所以这不是真的 如果有德行就不会 所以能力道德 因果 还得要加上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什么呢 你去仔细去看看 所有宗教的典籍 我们可以概括 他里面讲武装思绪 他讲了理 讲道德 讲英国 讲哲学 讲科学 讲得真好啊 那不是假的 所以我曾经 跟过去上 很多的这些领导人 见面的时候 我都提醒他 要化解冲突 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 首先要提倡宗教教育 如果促获这一层 那非常困难 你用什么方法 去规范人心 宗教是神圣的教育 必须要在静点 因为现在有很多宗教 他促获了教育 只管行事 这些仪归 这个不行 这是社会对宗教 起反感 认为它是迷信 这是有道理 宗教要重视教育 所以我学佛呢 这幸亏当时老师 定型的 我学佛是跟 方东闻先生学哲学 他跟我讲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 讲佛经哲学 我从这里认识 以前认为 这个能什么意思 所以没有意愿去接触 以后知道了 他老人家介绍给我 说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我学哲学是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这样 才把以前 那些错误观念 修正过来 才接触佛教 他当时还定义了一句话 他说真正佛教 在经典不在寺庙 这一句话提得非常重要 所以以后我 才逛寺庙 找经书 在那个时代 58年前 台湾这个经书太少 印经就三个地方 台北有个印经厨 台中有个瑞城数据 台南有个青黄数据 印的种类很少 数量也很少 所以经书很不容易得到 那只有研究的话 只有到寺庙去看大厂经 他大藏节不肯接触 所以我们利用 星期休假的时候 去抄近 不像现在 现在印刷数发达了 这个经书 实际上是得来太容易了 所以在经典里面 在经典里面会找到宗教的本来 灭目 不接触不知道好处 接触才知道 以后我出家了 看方老师 方老师看 你真干了 我说是真干了 不是你说 人生最高的享受的时候 不真干了 当然真干了 还想最后再请教老师上 那么您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因为放眼全世界 那么似乎台湾是一个在传统文化上面 保存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 那么您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年轻人如果真正立志发大心 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不但救国家 也救了全世界 这是一桩大死 而效果最显著的 无过于媒体 媒体的影响力也太大了 媒体如果从事于这个 那就是人类的救星 那就是现代的救世主 不要把盈利 放在第一位 你不怕 你试验试验看 我们不要不拉广告 看看这个电视台能不能生成 我相信会生成 为什么呢 还有真正 这个 有能力道德观念的这些人 人死还不少 他们会热心地知识 我们这边有个华为 是谢继天夫妻两个经营的 他们就做了这个实验 最初来告诉我的时候 他是03年 2003年的元旦开播的 他没有告诉我这段事情 开播前两个星期才告诉我 我听得很惊讶 我说好吧 我看你 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 这个需付用很多 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再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月 一个月过去了 我说看看能不能活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了 我再看能不能活半年 我都怀疑 没想到他活到现在 没有打广告 但是我还嫌他的时候 他里面自己的广告太多 就是那个银行账户 常常在那里播放 当然了 有人寄钱给他 他就能维持 所以我还劝他 那个尽量减少 一天播个两次就够了 播那么多次 让人看到很烦 我说我看到都很难过 会有人支持 佛菩萨会支持 老祖宗会支持 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相信 你也能相信的话 祖宗支持 我这些年来在国外 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是我有什么能力 我是很普通的人 在佛法里面讲的 是中下 往下去的这种更新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成就 这个事情没人做了 才突出啊 跟古人比 比哪个都比不上啊 祖宗加持 三宝加持 绝不能以为 这是我自己 自己没能力 我自己很清楚 学书 学道 学书 都要从谦卑做起 自己能谦卑 能够尊重别人 以诚信 出事待人 结果 这才能生成 所以这个媒体 在中国大陆 山东电视台 有一个导演 新吕 吕新铃 吕新铃 是吧 吕新铃 这位导演 他制作一个天下父母 完全提 讲笑题 他不是表演 他是访问 到处去访问 找笑词 去访问 非常成功 现在在中国大陆 影响很大 中国大陆 所有电视台 都是正面的 提倡 传统文化的 就这一个篮 做得很成功 台湾应该 要努力 从这个方向去发展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